晶片就是U3控制内存处供电 1.5V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晶片合在一起 就是用一个晶片 同时控制产生 1.5V 还有VTT 还有VRF 同时控制三供电 这种供电晶片比较常见的是RT8207 还有TPS51116 RT8207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角 51116也可以先看 51116这个晶片 它又有VLDLIN 你看刚刚我们也见到这个名字了 有VIN 有VTT 有VGND 有VTTSNS 有GND 有MOD模式 有VTTREF 这个VTT和这个VTTREF都是两个输出的 QIMP属于反馈补偿 VTTQ VTTQ SNS 是来设定这个输出定压的 输出定压等于VTTQ SNS的一半 VTTQ SET 这个是来设定输出的VTTQ的定压的输出 因为它有三路输出吗 S3 S5是这两个控制信号进来 VTTQ SNS的一个电流极限设定 电流极限设定 然后这边都是PW的门 那这个前面我们把它呃 与PW有关系的都先去掉 这些脚不用了吧 把主供电也去掉 电源好也去掉 接地脚去掉 就剩下这几个脚了 这个VLDOIN 这是个LDO的一个供电输入 也就是VTT要想输出 这是一个供电就要把算 供电 VTT这是一路输出 PW这是第一路 PW输出 VTT呢是属于第二路 是属于线性输出 VTTREF呢是第三路 输出啊 第三路输出 VTT SNS 这个呢 它连到了这个VTT角上面 这个是一个电压检测 是属于VTT的电压检测 CS是过流设定 SRS5这两个控制信号 VTTQSET 是属于VTTQ的输入 输出电压的一个设定 它这个VTTQSET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脚 到底是怎么设定的啊 叫VTTQSET VTTQSET 这个脚 它是输出电压 VTTQ的输出电压 VTTQ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PW对路的输出电压 所以VTTQSET 是PW的输出 定压设定角 这里怎么设定 看一下 需要你参考一个输出 定压的一个选择 设定这个 一个一个框啊 一个表啊 那是哪个表呢 看一下它在哪里啊 在这里 VTTQSET 把这个角接地 它是输出2.5V 把它接5V上面 去输出1.8 那我们这个图里面呢 VTTQSET这里 它连到了V5印 说明它是一个设定 PW输出电压的一个设定角 设定为1.8V 所以这个地方显示1.8 在VTTQSN的S这个角 是什么呢 VTTQSN的S是VTTQ的基准输入 作为VTT和VTDRF 是VTT和VTDRF的一个输入定压 基准 然后 VTT输出的定压 它是作为VTTQSN的供电 然后 这个地方没有写的特别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VTTQSN的S VTTQSN的S VTTREF和VTT定压是它的一半 除以2 就它们的输入定压 是它的一半 也就是说 这一个角是PW的设定 VTTQSET 这个VTTQSN VTTQSN的S也是为什么 VTTQS VTTQSN的S也是属于VTTQSN的S VTTQSN R元 VTTQSN etc 就等于他一半嘛 那么这几个角度除掉以后 COMP属于反馈补偿啊 那就只剩下s3s5和这几个vtt vttrf和pw的 输出关系啊 他的输出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他有一个这个表s3和s5的控制关系逻辑关系表 在s0状态下 s3s5的围攻 然后呢 vttq vttrf和vtt全部打开 就两个都打开啊 然后在s 3状态下 s3为低 s5为高 谁打开了呢 只有vttq和vttrf会打开 大vtt呢 会被关闭 所以说从这一个关系我们可以看出 vtt的定压 实际是受控于谁啊 受控于哪个信号 什么信号掉下去了 他就会关闭啊 在s0 s5状态 s3 为低 s5也为低 然后 vttq vtt和vttrf 全部关闭 从第二种状态看 我们只要看到这 s3为低的时候 vtt就会关闭 s5的时候 s5为低的时候关机状态下s5为低 所以 全部都会关闭 可以认为这个s5 就是芯片的总开关 s3 是vtt供电的开关 是一个小开关啊 这就是他们的控制关系 其实这跟刚刚看的那个音乐打里面那个G2797是一样的 s5 控制一个vttrf 3控制vtt定压0.75复的负载电压 他有这么一个表吗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这是51116 再来看rt8207 rt8207他这个芯片的引脚呢 你拿一个vttsns 这是一个属于vtt的检测 接地模式设定 接地模式设定 这是一个放置放电模式设定这个没太多关系啊 这是rf的一个输出啊 除了输出三吧 ncbq 然后fb反馈 s3s5这是两路控制频率设定 电源好供电供电电流设定 接地下管上管上管什么 vtt vldoin供电 vtt就是输出2 vtt 那这个pwm就是输出 pwm 属于输出1吧 除了几个设定角也就只剩下s3s5了 其他都是供电 vldoin呢这都是供电 所以他是 s3 s5到底谁控制谁呢 他这里没写 我们要是找到了一个电压控制状态 表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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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表 哎这是一个电压设定角啊 fb接供电的时候他输出1.8fb接地的时候输出1.5fb通过电阻分压的话他来做调节模式 0.75v到3.3v的一个条条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控制状关系表 啊 s0状态下面两个都为高所以vdq打开 在s0状态下面vttrf和vtt也会打开 就是s0状态下全部都打开了 在s3状态下面因为s3为低了 他有一个为高有一个为低 为低的是s3 看有一个变为低电瓶是哪个呢 关掉了这个都还是打开的 只关闭这个vtt定压 所以这个rt8207也是vtt 控制 s5控制 vttrf vttrf 和pw vttrfq 哪里vttrfq啊 哪个地方有vttrfq DEM应该叫二级管仿真模式吧 哎这个二级管仿真模式到底是什么个东西啊 这个 呼和在不在 51126 呼和来讲一下二级管仿真模式讲的通俗一点 哦 51126啊 51126 没这个东西啊 你说16吧 vtt vtt 他没有vtt sq啊 你说的是v vttsns吧 是这个吧 是不是说的vttsns vttqsq 哪个是vttqsq啊 这个我刚刚不打了吗 这个是属于 vtt和vttrf的输出定压的一个设定角 等于它的一半 它是1.5进来 vtt和vttrf就输出0.75 第九角 它是用于设定的 它是用于设定的 vttrf 什么东西的 所以这个典型的内存供电芯片和普通内存供电芯片控制 如果内存供电芯片用一个普通的pw那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他用的是一个典型内存供电芯片我们也要可以分清楚就是s5控制pw和vttrf s3控制的是vtt 其实很简单的不难的 有没有觉得很难呢 那么看rsl88550 rsl88550 这个芯片 也是一个典型的内存供电芯片看到有什么特定呢 tln 平均设定 过流嵌压 过压嵌压保护 几准定压 安历米的电流极限设定 POWK1POWK2是电源好 stpy 第7脚 第8脚ss 软启动 第9脚s vtts 第11 10脚 vttr 这个vttr 就是vttrf vttrf vttr就是vttrf 所以这是第2 第3路输出 这是第2路输出 然后 vttrf 就是vldoin 就是vldoin rf 这是一个供电输入 fb 反馈 out 检测 vn供电 you get fys pwm 都是属于 pwm这一路 上面是供电 scape模式设定 vdd sutdown 他有个27脚 sutdown 和第7脚 这两个脚是什么意思 叫stby 来看一下 带机电压脚 带机脚 把它连到低电瓶作为 当这个vtt输出 就会关闭啊 但是vttr呢 还会保持打开 如果sutdown a为 高 也就是说stby 为d 会关闭vtt 但 vttrf 还会 保持打开 什么情况下呢 就是 如果 shdna 保持为高的话 在sutdown a 这是一个sut 关闭 关段控制输入a 这个来控制 它的buck output 就是pw的输出 它来控制pw 具体上面这个rs88550 它也有一个 表格 哪里在这 这里 shdna 当它为d电瓶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就不管了 它全部都会关闭 全部关闭 当sutdowna为 avtt 就是高电瓶的时候 这个为d电瓶的时候 既然有一个为d 它会关掉一个 只会关闭vtt 所以这个相当于是s3 这个相当于s5嘛 这个打开 两个都为高 所以 全部打开了 所以说shdna 是一个总开关 stby 这个脚呢 就是vtt的开关 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的关系 所有的内存控制芯片 典型的内存供电芯片 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88550 都这样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wm 类似人供电芯片的典型的公众原理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阿迪巴207 引脚VTT电压检测模式设定 作用类似skip啊 这是DEM叫二级管仿真模式 类似skip吧 有一大段英文不好解释啊 VTTQ是电压检测脚 同时也是VTT和VTTR的输入基准 VTTQ除以2就是他们的定压 FV是反馈 S3和S5是VTT和VTT RF和PWM的开启 TOM平均设定 CS是电流极限设定 PWM这是VTT 稳加器的一个供电输入 RT8207 RT8207我们看一下它内部结构 帮助 PWM RT5 它比较以后给这个下面这个东西 它跟那个VTTREF有态度关系吗 好像关系不多 它只是VTT的供电 进来以后给这个场馆 然后经过 这两个场馆吧 两个场馆最后输出来 他们的控制控制表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写过了 主要来看来的工资流程 首先第一步肯定是给它一个供电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因为这个圆图 圆图这个地方有错误 你们注意看 RD820T的数字掃测里面 这个地方有点问题 它就把这个VTTREF这个控制写错了 正常应该是VTT控制是S3 VTTK和VTTREF是S5 原来它写成这样的 写错了 首先第一步是供电输入 得到供电以后 它就会等待 这个S3和S5的信号进来 S5进来 南角发过来 S5 开启的电压是什么呢 根据它的电压状态表 根据它的电压状态表 S5进来 S3还没进来 那就只有S5为高 S3为低的话 打开VTTQ和VTTREF 它会怎么打呢 它会先打开VTTQ PW的启动 打开VTTQ输出PW 输出电压以后 经过VTTQ反馈 然后VTTQ进去以后 经过分压等于二分之一 才会输出RF 输出VTTR 是VTTQ的一半 这样它是先打开PW 第一个电 再打开第二个电 叫VTTR RF啊 然后等待S3进来 南角发过来S3以后 就会有个LDO进去控制产生 VTT输出 这是它的这个控制关系啊 S2 这个RT8207 两个颜色应该说比较明显吧 S5 先控制产生 PW 再返回去以后 就是在输入给芯片后 分压一半 产生 VTTRF 然后S3控制VLDO印 转换出 VTT 定压 也是VTTQ 的一半 PG信号是在S3之前就发出的还是S3之后才会有PG的PG信号是在PWM它这个炮骨的表示PWMOK啊 所以你说S3有没有它都会有PG 只不过它是属于开漏输出出啊 自身不提供电压 需要外部上拉 所以外面这个里也搞了一个什么 搞了一个100K电阻上拉呀 这个地方上拉啊 是它上拉的 ISL88550我来看一下 他也有一个电压状态表 工作流程也是首先第一步有供电 第一步供电进来以后经过一个内部的10欧电阻给他的VABTT供电 第二步产生自身的基础利压 自身的基础利压作为电流极限设定的这东西 第三步 他也等待VTT 等待S3S5来 就是27角 S3S5进来了 S3S5进来以后肯定是控制PW了先 产生PW了 然后返回去 输出POWOK 然后再回来到RFIN RFIN这个就相当于VTTQ SNS 来设定VTTR的输出定压的 所以接下来就会输出VTTR 这等于RFIN的一半 这是属于S5控制的蓝色部分 也是先控制PW再控制VTTRF 同样都是这样子的 S5进来先控制PW再返回 产生VRF 接下来等待S3进来 SLEEPS3啊 这有个POWOK输出以后 一个S3进来 SLEEPS3控制的是 把VTTRA输入的定压 转换成VTT输出啊 原来叫LDO印进去的 现在是VTTRA进去的 VTT印嘛 就是这样转换 所以典型内存供电芯片 我们要搞清楚 普通的内存供电芯片 就是把它分散的 像音乐达里面那种 把它分散的 要能搞清楚 都要能搞清楚 这个我们就叫TPS51116 5116这个芯片 也差不多吧 好了 我们这里讲的是 内存的供电芯片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 就是桥的啊 就是总线供电啊 这查找 怎么找 怎么样找总线供电呢 随便找个图吧 三个用的图子 就这个吧 来这么五这个啊 随便点到哪个哪个吧 总线供电 它在CPU里面 一般叫VTT和 VCCP这种名字 PG都是开乐输出全部的 速到第七页 第四页看看有没有 看有没有VTT 或者反正是供电 要先看 这些都是信号 就不用看了 供电是个圆圈 这里有叫VTT 叫正1.1VVTT 正1.1VVTT 这个电压来自于哪里呢 这里不是 这里不是 这里是给它供电 IBM 这是一个桥 这里我们控制长三级管 这里没有 一定要找到有电流显示 或者隔离点 嗯 到了 它就来自于1.05 VTT S1 来自于VT358 这个芯片 哦 这个芯片是一个 上下管集成的一个芯片哦 一般好像叫数字供电吧 RT8207 RT8207 一场的那是内存供电这里 看到没有 s3s5s5控制内存处电 s3控制VTT 这个VTT358这个是类总线供电 总线供电的 欧一 就是它的开启信号欧一就是输出使能啊 开启信号是卖哦 这个芯片上管下管前这些比较高级的没第358 那个以后还是进去的吗 汇服4321s 常常总线供电怎么可以一毫安机够了呢 是不是太少了吧 这是总线供电的产生芯片 这个芯片它只是上下管集成在里面 它的供电是B3 这个AVTT 这个BGA封装的B3 它的供电是5S5 这里有一堆供电啊 它的开启就是A5这个角 其他没什么啊 这个芯片非常非常简单呀 RCL可能是频率设定之类的 VDES VDS这个是一个反馈角不 上次就VDSNs VTT 这个GD角测啊 然后这个VS ENS这是一个检测啊 这几个角就是一个输出到这里 这一堆是属于输出 然后这个是一个开启 VDS VDS就是一个反馈啊 这属于副端啊 副端 然后这个V这个是反馈检测啊 震端 然后接地就是供电一堆 这个STAT输出的是一个炮OK 这属于炮固的啊 TMP这个IIP IIP这个是不是一个电流的一个极限设定呢 应该是一个电流的一个极限设定 差不多应该 没有了啊 然后 RCL这可能是一个频率设定吧 TON啊 类似 BIS 偏制电阻啊 偏制电阻 就是设定什么东西呢 这个VT358 好像好像没有资料吧 没有那就我也不知道它是设定什么东西的 这套前面不难 好 我们再换一个图再来看一下 总线供电同时给cpu和桥对的 再换一个啊 那就音乐达pm45这个 看一下内存供电 好 大家看好这个图啊 总线供电吧 大家找这个板子总线供电在哪里 明天晚上我们上课的话就先讲讲从桥供电再讲cpu供电cpu供电还是难度 不大啊不大一点点吧 6531s这个总线供电在哪里呢 先找到cpu了161718这是cpu啊 16页有没有cpu供电啊 没有 17页也都是信号 18页这里来来供电 vcc 这不是 vccp总线供电 ok正vccp找到了 找到有电流的位置了 有电流显示要 这里有显示但是他这是他自己画的实数图不能用的 好 找到了 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电流显示我们也停下来可以呢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电感有个上管下管是很很明显的一种 pw供电方式吗 所以到了这里也差不多了你不用找了 总线供电 芯片叫tbs5124 5124是个双pw控制芯片 好 我们可以把它从这边 V01这是如第一路的检测啊 VFV一路反馈 TON这是一个整个芯片的频率设定 VFV第二路啊这是第二路 这个炮库的意义是电源毫 EN1开启第一路 VBST1启动 自主生压 第一路 Drawer S1是一路上管制动 L1第一路向位 Drawer L1是一路下管制动 这都是点线的pw目角 pgnd接地 TIPE呢 TIPE是属于电流极限设定 线流设定 也是一路 V5 V5这个两个是供电 这这边是第二路了 两个它两边是对称的啊 两边是对称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中间 这样切开 这边是一个pwm2 右边这一路是属于pwm1 中间这些供电压 频率设定的这些脚 是属于公用脚 那么那个内存那个典型的这个桥总线供电啊 总线供电的开机情况就二十三角了 看下二十三角从哪里来了 叫属于pwm3 是吧 说明内存供电是按了开关之后 属于pwm3来打开的 这个不是内存供电是总线供电啊 总线供电是按了开关之后 属于pwm3来打开的 两个供电 一个V5IN 一个V5FLT 两个呢都来自于这个V5A 5V 给它供电 5V经过一个10欧电阻 给它十五角供电 就这样了 属于pwm3 开机总线供电 明天晚上我们讲一下桥供电和cpu供电啊 桥供电和总线供电都是属于sdpwm3控制的cpu供电呢 它可能要有一定延时 受控于EC或者受控于其他电路 好了我的录像先停止 感谢您的时间 好 她们的光 专门